他上任初期大肆抹黑中国成为了国内最有名的反华先锋 而在上台之后他却成为了最忠诚的侵华者 不仅在我国疫情最困难的时候帮助我们 还频繁在国际上为我国发声 那么他到底是侵华还是反华呢 而这样的转变到底有何用心呢 今儿个我就来带大家认识一下这位蒙古国前总统巴特图勒嘎 2017年巴特图勒嘎成为了蒙古国新一任的总统 而最让我们关注的是 这位新上任的总统会对他的邻居中国会表现出什么态度呢 毕竟在巴特图勒嘎全局期间 他就曾发表过反华的言论来获得蒙古人民的支持 如今他成为蒙古国总统后却一反常态主动向中国示好 巴特图勒嘎在清华和反华之间左右摇摆 似乎也折射出了蒙古国与中国的一些矛盾 自从巴特图勒嘎说出清华言论之后 我们中国网友还是有不少人怀疑他说的话是否真实 而接下来的事情确实是证明了巴特图勒嘎是真心想对中国友好的 2020年新冠疫情的风暴席卷中国 一时间整个国际一片哗然 谁也没想到这场疫情风暴会来的这么恐怖 而西方国家可算是逮到了抹黑中国的机会 便开始大肆抹黑我国是疫情的源头 这简直是无稽之叹 就在我国面临危机时巴特图勒嘎不管国际上对中国的抹黑谣言执意要访问中国 成为了自疫情发生以来首位访问中国的国家总统 他用身体力行的方式表达了对我国的支持 在此之前巴特图勒嘎听到中国需要援助时 他就第一时间向中国捐助了140万人民币 对于我们来说这些钱可能只是小钱 但对于贫穷的蒙古国来说 这笔钱已经是他们这些年来最大的一次现金援助 除了对我国进行现金援助以外 蒙古国在国际上也是频频为中国发声 还鼓励蒙古人民对中国提供支持 这样的做法怎能不受我们中国人的欢迎呢 巴特图勒嘎甚至还表示要给我们中国送三万只羊 有人就好奇 为什么他不直接送口罩和医疗物资这些实在的东西呢 主要是蒙古国实在是太穷了 能拿得出手的只有绵羊了 不过巴特图勒嘎能对中国送出如此大礼 我们已经很感谢他了 巴特图勒嘎结束我国的访问之旅后 一回到国内就再次向中国捐助了煤炭 保证了我国北方地区的供暖 事实证明巴特图勒嘎对华的态度 确实没有让中盟友谊成为空谈 也打破了一些中盟不合的言论 他在我国疫情最困难的时候选择援助 这份恩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为什么巴特图勒嘎改变以往蒙古国对中国的敌意 选择与中国交友好关系呢 这一切是离不开他自己的政治头脑 作为一个小国家 蒙古国是被中俄夹在中间的小国家 更何况中俄关系一直非常友好 对于蒙古国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发展机会 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树底下好乘梁 如果他选择与两个国家交物 我敢说蒙古国之后的日子一定不好过 况且蒙古国虽然贫穷 但他们的资源却是非常的丰富 只要他们能向中俄两国进行贸易合作 我相信蒙古国很快就能混得风生水起 而巴特图勒嘎作为一个商人出身 他深知这种道理才能让蒙古国走向更好的方向 敏锐的商业秀爵也在告诉巴特图勒嘎 如果要让自己国家发展起来 就必须要蒙古国与中国打好关系 对于巴特图勒嘎这种曾经帮助过我国的人 我们当然愿意敞开拥抱和他进行贸易合作 当然国与国之间的交往都是建立在利益上面 那么巴特图勒嘎到底是什么来头呢 1963年巴特图勒嘎出生于乌兰巴托一个贫苦家庭 从小的贫苦生活也让巴特图勒嘎决心脱离贫民窟 上学时期巴特图勒嘎的学习并不好 他的父亲便开始教他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摔跤手 没想到巴特图勒嘎在摔跤领域上展现出了非同常人的天赋 2008年巴特图勒嘎代表蒙古国参加北京奥运会 并拿到了他们历史上第一枚金牌 一举成为了蒙古国家喻户晓的体育明星 但他的传奇远不止如此 从体育界退役之后 巴特图勒嘎选择进入到了商界 并一手创建了蒙古国第一家彩色报纸公司 后来蒙古国决定将国有私产私有化 这让巴特图勒嘎再一次找到了机会 直接挥手收购了蒙古国最大的制造厂和酒店等一些地产 时至今日 他名下的公司在蒙古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但巴特图勒嘎并不满足于商界和体育界 他决定向蒙古政界发出了冲击 他上任初期 大肆抹黑中国 成为了国内最有名的反华先锋 而在上台之后 他却成为了最忠诚的侵华者 那么他到底是侵华还是反华呢 2004年 巴特图勒嘎成为了蒙古国政坛的一员 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政治生涯 好在巴特图勒嘎得益于自己在商界和体育界的影响力 他的政坛之路可谓是顺风顺水 在之后的几年里 巴特图勒嘎在政坛的各个部门呆了个遍 也算是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和人脉 眼见时机成熟之后 他决定向蒙古国总统发起了冲击 2017年 巴特图勒嘎在众人的推崇下 登上了蒙古国总统的位置 从他进入政界开始算起 巴特图勒嘎仅用了13年就成为了总统 这晋升速度堪比火箭 自从巴特图勒嘎上任之后 他就决定要帮助蒙古人民摆脱贫穷的困境 于是巴特图勒嘎就开始对国内进行大捞阔斧的改革 而他把重点放在了国家反腐上面 在他强硬手段之下抓住了一大批国内的贪管 这一行为令蒙古人民拍手称快 不过巴特图勒嘎这样的做法肯定会触及一些权贵的利益 这也为他之后的下台做出了铺垫 但他之后下令的政策依然无法改变国家的经济体系 于是他就把目光看向了中国这个邻居 首先蒙古国的矿产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而巴特图勒嘎也深知我国资源的紧张 他便主动对中国示好想要寻求中国的合作 而我国为了展现出自己的油耗 还专门为他们修建了蒙古国内唯一一条高速公路 甚至派出了多名专家对蒙古提供技术帮助 2020年疫情期间 巴特图勒嘎还为了我们中国捐助了大量的医疗资源 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帮助 纵观巴特图勒嘎任职蒙古总统期间 整体还是对中国还是非常友好的 2021年巴特图勒嘎结束了自己的任期 在他任期之内 蒙古人民的幸福指数也是有明显的上升 而他之所以能在蒙古如此受欢迎 不仅是政绩表现好 最主要的是他是完完全全的白手请假 这也成为了许多人的榜样 好了本期节目